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原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占星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搬出New Moon去做的星運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都做過幾次Live 所以其實真的很忙 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運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初日 即西曆新月13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今次有這麼多星座運到裡面 我最替星座感到excited的就是你們了 處女座 為什麼呢? 很開心 很開心 不過開心之餘 都有一些要小心注意的地方 我最後會提醒你們 第一個開心是什麼呢? 你們有機會結婚 結束一個愛情長跑 就算不是去到婚姻殿堂的話 但是你們一些戀愛的關係 終於是可以正式確立 是可以commit的 尤其是對方呢 他還蠻好的 他可能是蠻有威望 略有名氣 甚至都蠻有錢的 可能是來自一些大戶人家 或者都蠻有地位的人 你們會蠻喜歡的 好啦 如果不是愛情的話 那就另一方面 是工作方面 正所謂愛情事業兩得二 我覺得處女座今期 農曆二月是真的蠻好運的 好 那事業方面是怎樣呢? 我建議你們 耍一些聰明的小心計 多些懂得去埋堆 去一些社會名門 或者上流 一些有錢人 經常會進出的地方 例如什麼會所 那些什麼golf club 你去貼多些這些地方 就會比你們容易拍到好碼頭 真的一個不小心 就認識了一個好老闆 入到一個好公司 他們肯聘你肯照你 甚至身體一個不小心 有一個不小心 直接做他們的生意夥伴 所以其實 真是外情事業兩得二 你說是不是很值得高興呢? 但是這個時候 就要提醒你們了 因為我怕你們 太多開心的時候 會被這種興奮 這種勝利感充分頭腦 一來是這樣 還有二來 如果你們去迎接這些 這麼好的機會的時候 你們太忙了 尤其是結婚 你要搞結婚很麻煩 你們就會沒有精神時間 心機去兼顧 我接下來講的這些範疇 如果你們沒有好好去盯緊 沒有自己親力親為去做這些事情 你們只懂得遙距控制 正所謂山高皇帝縣 這些事情就會出現麻煩 是什麼的麻煩呢? 是一些小人會作罪 令到你們一投現 他們會作犯 或者他們會出一些亂子 所以呢 第一 這個小人是叫下屬 任何你們請的人 他們這個時候會搞搞陣 趁你們好忙 或者可能你這陣子很開心 他們就會走來阿如奉承 恭喜你成功啊 怎樣怎樣 但是最後又會走來邀功 所以這些小人 記住要小心 所以我們要懂得趨吉避空 就是這個時候 麻煩你不要請人 就算你的事業很成功 但是你不要急著請人 還有 如果你是剛剛去定了婚約的話 你不要急著去找一些婚姻公司 就是那些婚姻私宜 那些什麼 弄花、弄氣球 這個時候 你很容易被人作你一筆 OK? 他們會說得很漂亮 哎呀開心啊 花些開心的錢 他們想作你一筆 OK? 那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好 如果不是這些小人的話 那要小心寵物 我相信寵物不會走來阿如鳳城 拍你馬屁 拆你鞋 但是可能因為你們太忙了 你們沒有時間去兼顧寵物 那這個時候 他們很容易會生病 或者離世 OK? 或者他們突然之間 會做一些發神經的行為 去傷害到你們 我打個比喻 可能你們真的太忙了 沒有理會他們 然後他們會生氣 OK? 然後你接觸他們 他們就會發脾氣 他們就會惹你 OK?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還有這個時候 不要買寵物 OK? 任何寵物 即這個買的時候 首先你都沒有時間去兼顧 我都說到你們這麼忙 還有第二 這個時候買寵物 他們會比較容易生病 諸如此類 總之all in all 平時一些是under你的人 對你很忠心的人 很依賴你的人 或者蜜 in this case 重蜜 這些時候都會比較容易造反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男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候 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但是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 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 再分享文字的description 讓大家去發掘啦